新疆的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来自宁夏的名单亲妈妈 是跑卡车来到你们这个地方的 我拉的是新疆一厘的货 在广州装的 然后在路上呢 跑了是五天四夜 到大美新疆 昨天呢 才把货卸了 卸完货呢 晚上也是十一点多了 后来呢 我给司机坐着吃了饭以后呢 我说出发 他说呢瞌睡得不行了 又休息 这就嘛 司机睡觉了 然后我在车上呢 坐着看车 坐了一夜 也没有睡觉 可能是就是 可能是想家了 也想孩子了 出门也一段时间了 所以呢 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 司机刚开着呢 我就睡了一会儿 我是在伊犁卸完货以后 现在空放七百多公里路 往乌鲁木齐走 因为这一段时间呢 这个货呢 不好找 上一套呢 我哥装的那个瓜呢 人家一栋呢 还价格可以 结果呢 我用起来也太臭了 上来呢 瓜架也掉了 然后呢 还装不到货 说呢 排队了个三五天 我算了一下 那不划算 后来呢 订了一车 就是那个箱子 发往广州的 我再返回广州 刚好走广州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回家了 这趟呢 咱们也正好装的不是 旅途 在家里呢 休息几天 也不再赶时间了 因为上一趟装的瓜呢 上去赶时间 下来呢 又装的是快递 又赶时间 这一路呢 把人整得 说实话 筋疲力尽了 哎 咖友们 喜欢的呢 给米娜点个赞 谢谢